而被稱為AI教父的黃仁勳 他也受邀擔任 研華國際的棒球家庭日 這個中職龍象大戰的開球嘉賓 不僅如此 這個應援的啦啦隊 也會一起出席來迎接這個貴賓 而其中呢 備受關注的就是 林香跟李多慧也 再度同台 在棒球場上揮灑熱血 這位身價破上千億美元的大老闆 AI教父黃仁勳 今年受邀擔任舊金山 臺灣日的開球嘉賓 雖然不是專家 但投起球來 他也還是有模有樣 我們要一分鐘吧 破壞了 我們完成了 陳川回答創辦年份九十三號球衣 背後則是大大的黃 代表他的姓氏 黃仁勳首次開球就為了臺灣日 如今回到臺灣受邀參加 研華棒球家庭日 將為週六晚間的龍象大戰開球 不僅首度站上大巨蛋 也是終止史上身價最高的嘉賓 爸爸來了 想看他開球 因為只看過他在電視上開球而已 可以挑戰滿場的規定 我覺得有機會啦 以他的吸引力的話 之前有去運動家開過球 然後所以對於這一次開球 應該就是對臺灣人民算蠻振奮的一件事情 而想要一睹三兆男的風采 還有機會 雖然好視野都已經銷售一空 但仔細看 官網還有兩百五十元的票價 讓民眾可以近距離觀賞 黃仁勳的開球英資 而場上應援同樣也是球迷關注的焦點 迷人可愛的笑容加上性感身材 為了周六中信兄弟對上魏全龍 還有大咖加幣的麗玲 林莎與李多惠將再度同臺 小龍女們也將全數應戰 至於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 同樣也是各界熱議的焦點 記者綜合報導